大家好 我是俊古 我现在是来到湖北襄阳卧龙镇古龙中 这个地方可就厉害了 诸葛亮在这里隐居了10年 从17岁到27岁 这里是诸葛亮公庚读书的成才之地 历史上著名的千古奇策龙中队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说到这里我相信有些网友就要开始在评论区留言了 说到河南南洋 了解一下 确实是关于诸葛亮公庚隐居之地 到底是在襄阳还是在南洋 这个确实还是存在着争议 诸葛亮是出生在狼牙阳都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沂市 宜南县 由于他的父亲死得早 后来他就跟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定居了 当时的荆州范围很大 包含了现在的襄阳 再后来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也去世了 于是诸葛亮便来到了龙中公庚隐居 最终被刘备三顾茅庐给发掘出来 成为了一代传奇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龙中到底是在河南南洋 还是在湖北襄阳 两者各自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襄阳这边 《三国演义》这本历史小说中 有这样一段描述 树勒马未贤德曰 某阴心续油麻 切忘异语 此见有一骑士 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龙中 使君何不求之 这个骑士当然是指诸葛亮了 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龙中 我刚刚在襄阳城导航过来的话 大概十公里 这里说的是二十里 那么距离也就差不多 按照上面那一段话 龙中就是在这里 再加上诸葛亮跟随叔父来到荆州定居 在附近找个地方隐居 比起去到河南南洋要方便很多 那么河南南洋那边又有什么证据呢 这是出师表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诸葛亮自己说的 陈本不依公庚于南洋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伪自网驱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里面说到自己公庚于南洋 这里提到了南洋的地名 名字还对得上 而且还是诸葛亮自己说的 站在三国正史的角度来看 诸葛亮口中的南洋 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南洋郡 南洋郡管辖的范围非常大 连樊城都是它的下辖之地 只不过后来的南洋郡被拆分了 所以大家找不到南洋郡的具体位置了 南洋那边还有一条很有力的证据 现在南洋市的草庐遗址 据说就是当年的黄泉修建的 黄泉是蜀汉故将 在蜀汉地位非常高 因为怡邻战败断绝了归途 所以投降了曹魏 在曹魏这边黄泉也是比较受重视的 于是他在当年诸葛亮隐居的地方 重新修建了诸葛草庐 黄泉是诸葛亮那个时代的人 而且和诸葛亮的关系还非常不错 他是知道真相的人 所以这个可信度还是挺高的 襄阳这边的证据有一个很大的瑕疵 就是《三国演义》 毕竟是一部历史小说 是罗冠中大约在公元1329年前后创作的 离诸葛亮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 所以可信度要稍微弱一点 但不管怎么说 两个地方南洋和襄阳都是好地方 两个古龙中都是风水宝地 都符合诸葛亮当年公庚隐居的 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 武侯祠隆中书院 这个牌坊上有一幅对联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三顾平凡天下祭 两朝开祭老成心 这个应该是青年时期的诸葛亮了 上面的这间建筑非常新 牧牛流马 就是一个展厅 继续往上走 看看草炉是什么样子的 卧龙处 这里有一块碑刻着草炉 诸葛亮的草炉怎么可能保留到现在呢 因为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2000年了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遗址就已经很不错了 原本在这边应该也是有一个碑 但是里面的这个石头断掉了 古龙中武侯祠相传实践于晋朝 是一座四晋三院的层台建筑 各店一山市逐次升高 颇具规模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武侯祠 是在清康新年间建的 以前的建筑并不在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武侯祠的正殿 正中央供奉的就是诸葛亮 旁边是诸葛瞻 另一边是诸葛上 三顾平凡 天下祭 两朝开祭 老成心 很好的诠释了爷孙三人 这一间是娘娘殿 位于主殿的旁边 是一个偏殿 这里供奉的就是诸葛亮的妻子黄氏 大家可以叫她黄夫人 诸葛亮的妻子全名叫黄月音 这个名字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过 很多人对黄月音的印象可能是 长相极其丑陋 但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 实际上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一些误会 说她才华出众一点也没错 但是长相应该没有那么丑 诸葛亮的岳父黄承燕 是与高爽并列的缅南民事 他对上储隐居的诸葛亮说 我听说你正在择偶 我有一位相貌丑陋的女儿 生得黄头发 黑皮肤 但是才能和你相匹配 结果诸葛亮答应了 马上把黄氏引取了过来 黄承燕说自己的女儿相貌丑陋 这应该是谦虚的表现 应该说黄夫人是一位 及才华与美貌与一生的奇女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间建筑就是模拟了诸葛亮的草炉 但是看起来非常新 这是诸葛亮在草炉隐居期间 会见一些朋友 这里有一口六角井 来看一下 下面的水依然是非常的清澈 据说这口六角井 原来就是在诸葛亮草炉院子的里面 有一本史书叫《襄阳记》就有这样一段描述 襄阳有孔明故宅 有景深武藏广无齿约阁锦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座墓 是名《襄简王墓》 朱建书 朱建书就是襄阳当地的一位王爷 朱元璋的后代 这个人平时无所事事 非常喜欢钻研这个风水之术 这个人年纪轻轻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合适的目的了 他看来看去就看中了诸葛亮草炉遗址这个位置 朱建书这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他先后把这个草炉遗址给损毁了 而且还损坏了武侯祠很大一部分 并且当时的皇帝还同意他这么做 这个就非常的奇葩了 但是最后他的这个墓也是没有落到一个好的下场 在明朝末年 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挖掘了 那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